机场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陆续完工通车 万大县与信义东沿段工程进度接近一半 克文哲执政六周年系数建设成果 还有东铭木柵明伦瑞光中南社会住宅 共4213户实践居住争议 这些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改建 彰显市长执政成果与北市府的执行力 就是包括交通工程里面 捷运工程是在整个绿运输里面最主要的基层 所以我们今天把捷运工程这六年来的进度 跟未来的展望收出报告 第二个就是市场改建 我想台北市政府这六年之内 花了大概两百九十三百亿的工程 在做市场改建的工作 所以市场也是我们台北市一个 克市长任内一个很重要的生机 我们把以前好几十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次把它改建 然后使得台北市的市长可以达到世界跟国际的水准 第三个当然是社会住宅 实行居住正义最主要就是我们有社会住宅 使得在台北就学就业还有低收入户 有住宅可以租任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达到说 住的人可以均匀地分布在一个社区里面 使得我们就学就义脱婴脱劳 可以得到一并的解决 这三个市政组组是这六年来 克市长的三大市政组组 推动建设的过程面临种种考验 不过市府成功协调住户摊商持续改建住宅市场 判监具城市发展观光旅游目标 替台北带来更多人潮与商机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